嗨,大家好,我是Vincent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主题是 为什么前几年突然大量出现了量饭店 以及餐体里面的新科技 QR Code点餐和自助结账柜台 他们这两项科技 现在在西方世界 为什么会慢慢的走向视围 或者说有一些量饭店 已经把这种自助结账柜台已经撤除掉了 让我先来谈一下一个题外话 就是我认为今天一个 科技被态患被不喜欢 其实都是一个蛮自然的事情 因为某项科技都是根据某个文化 慢慢的觉得需要这样的需求 所以这个科技被发展起来 后来人们可能认为不喜欢 或者说这项需求已经不见了 这个科技就被态患掉 只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被拿出来讨论是因为 当我们今天了解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喜欢使用QR Code点餐 和自助结账柜台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自己原本有这个需求 这是我认为这个主题它相对有趣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把时间线拿到COVID-19在肆虐的时候 讲到COVID-19 其实大家想到最多的就是很多人丧生 还有很多资源匮乏 包括口罩 包括疫苗这样子 还有很多原本习以为常的生活都不见了 可是危机就是转系这件事情 虽然说它听起来很很鸡汤 但是在科技上 的确是这样子没有错 因为当时担心传染 于是企业忍痛的呢 让大家可以在家里上班 这件事情企业过去想要推 但是推不动 所以一开始在推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问题 就是怎么开会呀 怎么紧盯员工的进度等等的 但后来视讯会议越来越成熟 加上任务回报的工具也出现了 这些痛就少了很多很多 然后呢 在家工作这件事情有很多的福利 例如说大家可以省掉通勤时间 省掉化妆时间 我现在可以睡得更晚一点 这样精神更好 那大家可能中午时间也不用跑到公司底下的流油面 去排队浪费时间 于是大家都多了很多休息时间 跟去工作的时间 那当然啦 在家工作的缺点就是说 大家可能会去偷懒 但是说实在的 今天在办公室当中 你也可以偷懒 于是资方跟劳方去 看到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之后 大家要认为这样子的取舍 是还不错的 那从办公室里面 谈到餐厅跟量饭店 也是因为当时去担心这个接触传染 所以我们推行所谓的QR Code 点餐 这样子你不用去摸那个菜单 所以连我最常吃在那个中正经营堂附近的卤肉饭 他后来也引进这样子QR Code菜单 加上量饭店 他引进了自助结状柜台 让大家可以不用讲半句话 就可以把东西打包 然后回家 那这两项技术 在当时看起来蛮实在的 因为它同时可以节省人力 加上电子化目录 可以一直换价钱 一直换设计 好像比较省成本的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双赢的策略 但是以现在这个结果论来看 好像不是这样子 我先提供一份数据 在美国有7000个餐厅客户的菜单管理公司 Must have menus 他表示 餐厅的QR Code使用率已经开始下降 很多QR Code菜单已经荒废 多达75% 在去年被扫描次数不到90次 更有一半扫描次数不到5次 而且已经越来越少餐厅制作新的QR Code菜单 后来呢 这个公司就跑去问这些 真正在使用这些去用餐的人们 有些人表示 他觉得今天在餐桌上 拿出手机件事情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还有人认为说 今天QR Code菜单的设计界面 他不够流畅 今天有可能主餐点这个 副餐点这个 那我想要加点甜点的时候 就很复杂 所以操作起来不方便 加上有些店家店里面的网路不够好 导致我今天在晃的时候 可能会卡卡的不能够点餐 这都是问题 那我今天要谈到主因 就是这样子的电子菜单 他不能够提供所谓的温度 因为今天透过手机点餐这件事情 他并没有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温度 我今天家里面不是点外送 在家里面吃 看电视吃 而是今天走出门吃 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服务生 他亲切的跟我们讨论 这个餐体里面的招牌菜有什么 那这才是我今天走出门吃饭 所要有的温度 那这种事情呢 在欧美国家其实更甚 因为他们是有小费文化的 于是今天一个人走出去之后 他看到就是冷冰冰的电子菜单 没有人跟他讨论今天有什么特色菜 他会认为 我最后在付出这个小费的时候 到底是付给谁 付什么意思的 所以这样子的影响 手当其冲的就是营业额 在西雅图一间餐厅的老板就指出 客人在使用手机点餐的时候 他花的钱 会比用纸本菜单点餐时少了两成 再来有些餐厅发现 QR Code菜单 骚马点餐这件事情 会让顾客不太愿意加点饭后甜点 或者说再加点一杯酒 原因就是因为 今天还要再重新扫码 再点餐这件事情 太麻烦了 我再补充一个影响 就是氛围 因为其实菜单 应该是要整体用餐体验的一部分 旧金山时报就指出 一份好的菜单 对于餐厅的形象和用餐氛围 都能够有加分的作用 而QR Code正式毁掉这份浪漫的产物 所以我就来提供两个范例给大家 第一家是在台中的餐酒馆 他们的酒类菜单是一个盒子 然后盒子里面的每一个格子 都代表每一杯酒 而格子里面放的是 盖杯饮品的各种材料 所以可以让客人马上看到说 这杯饮品它当中的东西是这个 然后我可以去想象 我待会喝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 或者说有些餐厅会有特定主题的策展 例如说台南的HERA咖啡厅 或者说HERA酒吧 他们就用哲学理论为主题 来设计一成本的金装本菜单 用叙事和饮品这样子相辅相成 最后你就会感觉到 是一种很多感的一种体验 所以以上这一些 就是扫码点餐 对于用餐体验这件事情 它会造成的影响 那它当然不只有缺点 它拥有弹性比较高 就是我今天要调整设计跟调整价钱 这个大优点 所以我们待会来讲 可以怎么使用会更好 而现在先来讲一下 自助结账柜台所遇到的困境 现在很多的西方业者 都已经开始撤掉 自助结账柜台 像是英国的连锁超市BOOT 几乎撤除了所有 自助结账柜台 然后Walmart也已经取消了 某些商店的 自助结账柜台区 撤掉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是 他们发现客户的忠诚度下降了 美国卓克所大学 做了一份研究 他们发现 在使用人工结账服务的顾客们 会对商店更有忠诚度 因为今天在接受 这个受益员的服务时 客人会感觉到 服务的价值是什么 这个受益员会跟他们聊天 扫码装带 他们觉得说 我对今天商店 其实更有忠诚度一点 第二点呢 如果你家里面附近 是有杂货店的 你就会感觉到 我讲我阿公的例子 有时候小时候 叫我阿公骑机车 去杂货店买东西的时候 明明就是买一颗鸡蛋 买个糖果 他都可以买很久 那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他今天到杂货店的时候 会跟这个老板娘聊个天 跟老板聊个天 然后跟邻居聊个天 所以这个地方 好像就变成一个 寒暄的 非常好的一个据索 于是呢 这也是忠诚度 能够巩固的原因之一 那接下来讲一些 硬体上的问题 就是这个资路结账机器 它并不好操作 我拿没有条码 生鲜产品来讲 如果你今天买了一包 没有包装的香蕉 跑去这个资路结账柜台 要有结账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点选 到底你今天买的香蕉 是哪一种 但对我来讲 到底哪一个是台东胶 哪一个是台中胶 我并不晓得 所以到最后 还是得把这个服务人员 给叫过来 请他来帮忙 那这件事情 其实很吊诡的 因为以前量饭店 今天引进资路结账柜台 就是要省掉人力 然后可以让我 无接触的 可以完成结账 但这个目的并没有达成 再加上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就是偷窃问题 因为根据Quartz报道 购物者今天透过 资路结账区 他偷窃的可能性 是人工收益区的21倍 这其中包括了 所谓的无心偷窃 什么是无心偷窃呢 就是今天我可能 因为操作太过繁复 我可能把某个品项给按错了 到最后变成偷窃 或者是我今天 在刷再放的时候 我少刷了一样 所以到最后走出去的时候 哇 我变成一个偷窃犯 那以上这一些 就是这两项 很靠近我们的技术 会慢慢不被喜欢的部分原因 但是它们是有优点的 所以我待会想要谈到 如何可以放大它们的优点 然后将它们的缺点 这样压小一点 我来讲几个例子 例如说QR Code菜单 很适合用来解决 语言沟通上的问题 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 点心餐厅集团 因为它们的顾客 都来自四面八方 有一些人没有吃过中式餐点 有一些人 他刚好 他的英文也不够好 于是他很难想象 我今天点这个餐 到底是什么 这时候 他只要扫一下QR Code 看一下这个菜 长什么样子 他们大概可以想象 我今天花了这个钱 点了这个东西 可以得到什么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 QR Code电子菜单 就有很大的很大的帮助 因为如果今天是纸本菜单 可能没办法每一个菜色都放上照片 但电子菜单却可以做到 再来 像是今天你在诉求快速 然后你可以跟着自己 节奏的餐厅在用餐的时候 QR Code非常方便 就像是素食店卖当劳这样子 因为今天走进去之后 你并不是想要温度 你并没有打算跟服务员讲太多话 这时候呢 你用QR Code 扫码点餐就很方便 加上你今天可能在用餐的时候 你想要加点一个小点心 或者说加点一杯饮料的时候 你不需要时时刻刻把这个服务员给叫过来 你只要扫个码就可以再加点了 这是一个很方便 然后也相对适合的一种用餐体验 跟这个QR Code扫码点餐 再来讲一个我觉得有点惊喜的 就是餐厅其实可以透过QR Code 扫码点餐这件事情去结合会员资料 例如说记录客人的饮食喜好 跟过敏注意事项这些 甚至生日还有纪念日等等的 我想一个用餐体验 就是今天你在去餐厅之前 你先告诉他们说 我今天是要慶祝其人节 那有些餐厅现在可以坐到楼在台湾 你走进去之后 扫码QR Code 菜单一跳出来 就会出现你的名字 跟你另外一半的名字 然后上面出现 其人节快乐的字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电子菜单 才可以做到的一大特色 就是它能够结合你过去的 或者说你个人资料 这是纸本菜单比较难做到的 我觉得这非常有创意 再来我想要提到自助结账 在自助结账里面有一大优点 就是你可以不用讲任何话 不用被打扰 我讲一个在东京的化妆品店 OBIS OBIS在JR力川站的一处沟中心内 设立一个无人商店 在无人商店里面 贩售所谓的裸液和精华液 等等90多种化妆品 当顾客今天走进去逛一逛的时候 他如果拿起一个商品 这时候安装在天花板上的多个摄影机 以及安装在货架上的重量感测器 就会马上知道这个客人今天拿的东西是什么 最后你要走出去这个无人店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你今天消费是多少钱 你只要结账就可以离开了 所以有些消费者在逛完这个门市之后 他就表示 当我今天不喜欢在逛街的时候 有人打扰 因为可能在某些店 你今天只要一进去 就是会有人靠近你 然后想要想办法的跟你介绍商品 推销给你 如果你今天不喜欢这样子的感受的话 你就可以来这间店 感受这种不被打扰的逛街体验 所以以上这些就是我想讲的全部 而回到一刚开始 我说到这两项技术 今天会逐渐视为 Tapail的原因非常有趣 那我觉得那点有趣就是 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需要温度 这件事情可能在过去我们没有发现 那我们可能需要很多沟通 很多交流 所以我其实可以想到 那个耳熟能详的话 就是说科技始于人性 就像电脑刚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高级器算机 当时人类会把一些 他不想做 然后重复性很高的算术题目 丢给电脑 那电脑可以处理得很好 所以后来呢 电脑变成一个人类工作的好伙伴 你会把它开发的越来越好用 把更多的任务丢给他 就表示电脑可以解决人类的硬需求 所以他才得以延续下去 所以我觉得像是QR Code 电子点餐啊 或者电子菜单 加上自入结账柜台 其实他们都有优点 只是因为他们当时是 沉着这个 所谓疫情 暂时性的需求 而现在疫情已经趋缓了 所以这个需求下降 但我觉得他们可以想一下 我究竟可以如何去搭配 人类的硬需求 然后将我这两项技术 再与此搭配 这样子我认为 他的需求感 会够稳也够高 以上这些 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